嗨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次我們要來玩的是 航海網模擬切啦 本次雪兔呢 要再次回歸到我們的獵賞當中 來去做一些 果實上面的練習 是的 在上一次呢 雪兔用我們的血鬼 來去做一個還不錯的連技 我打一打 發現說自己的手感其實有慢慢的回歸 當然啦 在這幾日的復健當中 我還需要再去復健另外一些果實跟接技 為了什麼 為了復仇 是的 看到我現在的種族 那當然現在就是要展現我們的復仇的決心 雪兔已經邀請了之前跟雪兔PK的人 我要來一場復仇戰 那自然的是用我們所謂的阿子規則 聖家的人就要把整套贏的 無論是全法果實劍跟槍全都要換一套 跟對方來去做PK 打一個三戰兩勝 但是是以兩大盤勝利為主 其實復仇也是為了要讓對方 是否能感受到雪兔進步 如果真的能贏過對方那就真的很猛了好嗎 因為雪兔所挑選的對手幾乎都是蠻強的 所以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贏下一大盤 但能否全盤皆贏 那我就很難說了 那如果你也是喜歡看橫海網魔引擎的朋友們 請記得在下方玩個喜歡 訂閱雪兔讓我們一起邁向10萬訂閱吧 我們就只剩下最後的5000多訂閱啦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準備來開始今天的練習課題了 首先我們先到我們的果實商人來去抽個 每日一抽 這個抽的我覺得還不錯 至少可以去打副本有一個F嗎 但這幾天抽都是白果 也有人在做詢問說 雪兔你的天下第一武道大會第二屆到底什麼時候要辦 雪兔在這邊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第二屆的天下第一武道大會沒意外 可能會是白果站 想要大家來用白果來去做PK 如果是想要看到全明星PK的話 那可能等雪兔十萬的時候 會去找一些有在玩BF的創作者 來去做一個全明星PK站 我看一下 我剛剛是有點隨便亂截 但還是接得很順暢把人家給連死了 雪兔的配點是近戰防禦跟劍 沒有點水果 那自然的我的水果的傷害其實很低 那我的果實其實就是用來去做破防 欸等一下 X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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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出去的那一瞬間可以用X追到嗎 可以 所以我的怒果都是拿來當作騙人抓招的 最主要就是要讓我的神人拳跟我的刀可以來去抓到人 如果我用刀把人家Z出去的話 我是不是抓不回來 不行 還是說把人家Z出去的時候 趕快用Z過去滾啊 可以欸 好來我看這種狀況下來去獵賞 可不可以獵得到 那我這人就死了啦 我珍惜自己的賞金 所以我要用海軍 喔這邊的人好像蠻多的喔 請問有人來打架嗎 有有有有有有 外面在打架外面在打架 剛好符合我的需求 哎呦哎呦好痛好痛 那是一千五百萬的嗎 對 欸我這一個完完全全 等一下我看一下 遍野還好啊 怎麼這麼懸啊 啊人家現在是在V4階段 哇人家在V4我不應該打擾的 啊人家在V4 我就應該好好等他V4結束再說 OK 想打的時候突然卡住 呃啊 不行啦是真的打不了欸這一個 他這個速度好快喔 重點是他一直在長期保持在V4的狀態下是真的沒得完 但當然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因為他剛剛在被立場當中 如果真的一直被抓的話 那V4我覺得開的是很OK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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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這位的手� motives 好像很像新城市 欸抓到他了抓到他了 但是沒有比一個很有效的輸出 剛剛我再用雙刀的Z推出去 我想要直接銜接X之後再來去接諾果 我其實覺得應該是可以慢慢的跟上接招的思路 但他這個速度真的好快喔 他走了 糟了 那我們又要去換下一個地方打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很強的對手欸 感覺有人要來 哇操 哎呦 這一個是三千萬門賞大佬喔 哇哇哇哇哇哇 可以可以可以 來來來玩來玩來玩 先來一個 再一個C招 銜接起來 Z往下噴X然後再一個 抓到 哇沒弄好 神人全C 再一個Z招 把他射下去然後創刀X過去 C 先看一下位置 先看一下位置 弄X 沒招好 離開 C 雙刀Z加X 然後過去一個C招 再一個 呃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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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一套還沒用得很好 走 抓 沒抓到 欸 哇唷 這瞬間也太痛了吧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他本來是人類 好痛喔 還是乾脆玩黑暗之刃 但我總覺得黑暗之刃 不會到多好欸 還是用這個吧 好吧 人呢 怎麼這樣子打我了一整套 他就人就跑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一個滿賞玩家過來 直接把我給打了一頓之後 直接養長而去 你少說好歹 也讓我有機會叫啊 假設以不去做F的調整 的話 那我用什麼樣子的果實 會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用冰果 要有辦法把人家拽到地板上 就除非是玩 諾X 諾X把人家插下來 就如果是一般人來講的話 都馬會像取杜一樣 就是會 開一下劍紋 那我的懦差 要把人家插過來 就比較困難了一些些 到底 什麼樣子的果實 比較好 來去做配合劍這一些 大混戰 大混戰好像也行齁 我怎麼突然就忘了 剛剛被大混戰打得這麼狠 我應該可以用大混戰 來去跟人家玩才對啊 欸這邊有 這一個接的很好 哎呀 這就是之前那個靈魂果實那一套啊 大肌肉說的那一套 哇果然如果真的要玩得比較嚇嚇叫我的話 可是我刀的選擇真的很少欸 我刀的選擇真的很少欸 過來 射一下 好難殺喔 好難殺喔 就是 難怪有人講說這一套 如果假設我在把全保換掉變成一個技術流派的話 就能用這一套來去殺的人都是一些高手 他光是瞄準跟他的攻擊距離真的是用得很難受欸你知道嗎 我給打啦 哎呀不行 他炸我一下我就快死了 這也太痛了吧 1600萬 好不好各位我需要集思廣義到底什麼樣子我可以不需要來去換成 因為如果是用果實打人我有想法 可是如果要用刀來打的話我是真的一點想法都沒有 然後我現有的果實移動性較高的就只有這一個響雷了 再來的話就沒啦 難道要用大佛來跟人家來做PVP嗎 那我怕是打不贏欸 也許只有一個道路 就是 繼續練習 我不能一直在仰賴著重力拐杖給我的好處 真的要開始這樣慢慢練習 怎麼來去跟人家 迂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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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各位觀眾朋友幫我雪兔 呃呃呃呃呃我真的第二套打出來像個狗屎一樣 我就是要好好的練習了 你怎麼還想揍我啊哥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bubo byebo 話說你們可以猜一下 雪兔要復仇的人是誰啦